欢迎大家收看人物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王毅表示 通往旧金山峰会的道路将不会一帆风顺 彭斯退出美国总统竞选 54岁的老友记明星马修佩里去世 卢卡申科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陷入僵局 敦促进行谈判 请大家收看 共和党人麦克·彭斯退出美国总统竞选 日本时报 美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退出了2024年总统竞选 称现在不是他的时候 彭斯在拉斯维加斯共和党犹太人联盟年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令与会者感到惊讶 此举凸显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持续影响力 弗朗西斯·恩甘努证明了拳击界的错误 并赚得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笔薪水 雅虎 弗朗西斯 恩甘努再与泰森 弗里的比赛中证明了整个拳击界的错误 弗里不仅是WBC和线性重量级冠军 而且在许多角落中 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重量级拳击手之一 恩甘努在这场比赛中努力击败了一位MMA选手 后者不仅已经37岁了 而且在22个月后首次参赛 而且还是他的职业拳击首秀 拳击记者 包括我在内 几乎一致预测 府里会一编导的击败恩甘努 一位推广人告诉雅虎体育 这场比赛是一种耻辱 不应该得到认可 一位在Facebook上发布有关比赛的教练 拒绝透露恩甘努的名字 嘲讽地称他为那个MMA家伙 尽管已分裂决定输掉比赛 恩甘努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陷入僵局 敦促进行谈判 雅虎 白俄罗斯的独裁领导人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盟友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呼吁 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谈判 以结束他们之间的冲突 卢卡申科表示 前线的局势陷入僵局 双方都无法加强或推进自己的立场 他敦促双方坐下来谈判 解决分歧 以防止进一步的生命损失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也通过他的十点和平计划 呼吁和平解决冲突 据报道 54岁的老友记明星 马修·佩里去世 加拿大环球邮报 马修·佩里 因在电视剧《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冰儿文明 他在54岁时去世 他在洛杉矶的家中被发现死亡 有报道称是溺水所致 佩里在《老友记》中出演了十个季度 使他成为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 该剧至今在流媒体平台上仍然很受欢迎 他还在一些知名电影中有出色的角色表演 包括与萨尔玛、海耶克和布鲁斯、威利斯合作 佩里凭借在《老友记》和《西域》中的表演 获得了多次爱美奖提名 王毅表示 通往旧金山峰会的道路将不会一帆风顺 雅虎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预计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乔拜登之间的会晤之路 将不会一帆风顺 王毅在华盛顿与拜登及其高级助手会晤 威预计将在亚太峰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做准备后 发表了上述言论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拳击比赛的原因 泰森 弗里 已有争议的分裂决定战胜了UFC明星 澳洲 ABC 泰森 弗里 在沙特阿拉伯的拳击比赛中已有争议的分裂判决 击败了弗朗西斯 恩甘努 恩甘努是前UFC明星 他出人意料地坚持到底 甚至用左勾击倒了弗里 然而 两名裁判将比赛判给了弗里 而另一名裁判支持恩甘努 弗里的冠军腰带在这场表演赛中并没有受到威胁 但这场比赛可能会算作他的第一次职业实力 尽管弗里是重要的热门选手 但他在比赛初期遇到了困难 并在第三回合被击倒 恩甘努继续展现出坚韧的品质 并在整场比赛中击中了几次有力的拳击 尽管恩甘努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但有些人认为他应该赢得比赛 英国拳击手克里斯 尤班克批评弗里没有足够地专注于拳击 而是花太多时间拍摄Netflix特辑 前世界冠军伦纳德 刘易斯认为弗里赢了比赛 但赞扬了恩甘努的沉着和耐心 恩甘努在这场比赛中首次亮相拳击赛事 自2022年1月以来一直没有参赛 弗里现在有机会统一重量级冠军 并已统一下一场与奥莱克·桑德尔·吴希克的比赛 据美国媒体报道 54岁的老友记明星马修·佩里去世 澳洲ABC 马修·佩里 已在情景喜剧《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宾尔文明 已于54岁去世 她被发现在洛杉矶地区的一所住宅内 紧急服务人员被召到现场 佩里曾经多次战胜对止痛药和酒精的上瘾 并多次入住康复诊所 她最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详细描述了她的职业生涯 以及对上瘾和焦虑的斗争 在她去世的现场没有发现毒品 佩里在职业生涯中 还出演了其他电视节目和电影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简要总结一下 首先 美国前副总统麦克 彭斯退出了2024年总统竞选 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 备手关注 接着 拳击界出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比赛 弗朗西斯 恩甘努打败了泰森 弗里 证明了拳击界的错误 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谈判 以结束战争 老友记明星马修 佩里不幸去世 他的离世让人非常惋惜 最后 中国外交部长表示 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乔拜登之间的会晤之路 将不会一帆风顺 对于这些新闻内容 我有一些深入的分析和观点与大家分享 首先 彭斯退出总统竞选 这一举动再次凸显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持续影响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变数 接着 恩甘努战胜府里的比赛让人瞠目结舌 证明了拳击界的不可预测性 也让人们对恩甘努的表现刮目相看 卢卡申科呼吁谈判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这体现了卢卡申科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也给解决冲突 带来了一线希望 佩里的不幸离世让人非常遗憾 他在电视剧《老友记》中的角色 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笑和回忆 最后 习近平和拜登之间的会晤之路并不顺利 这也预示着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立新型媒体人 这些团队 都可以议认